开始 大家好,我是红友医师感觉显 大部分的COVID-19感染者 症状都症状 休息之后就能回复健康 为了中医疗资源 老后当前的患者 如果准备严厌是更近的够案 车在新楼店的家里 不要离开 但后微信拎完的通知 在家里的车单独一人一帮 偷面跟住职位的人接触 跟公家用洗身处境 车夸好吸引人 跟注意手部的卫生 也使用有套補过的漂白水和酒精 来清洁会定去接触的东西 如果出现发生的症状 可以吃剃烧油来感情不爽快 如果出现以下症状 车随时连路一一挙 卫生叫也是一挙二一 照之时去看医生 去变医时 绝对不能坐台中文书港区 夜车会记得你电话连路 也跟你未接接触过的人 车阴祖母隔离跟健康感觉 这位中心关心你 操盘战将 大家好 欢迎收看操盘战将 刚刚上节目的时候 上节目前 我刚 有人特别跟我讲一件事情 叫我不要 因为测标还没出来 叫我不要把这支股票在电视上公开 不要送给大家 字卡都做好了 又不能临时换别的股票 怎么办 我刚刚来这边在伤脑筋 怎么办 只用我想一想 为什么人家叫我不要讲 叫我不要送 人家叫我不要送 好了我今天限时间 我限时间限下时间 总不能不送 我字卡都做好了 你要我讲别之吗 不行 我限时间 你等一下手机跟电话准备好 我限时间 动作夸一点 只有少数人能够得到我这支标股 我跟你讲这支股票 真的如果比万海更强的话 我自己给你冒失了 你赚翻了啦 老师万海又涨停板了 对 我知道你刚刚 应该说不是刚刚啦 你今天看到我们的本土 我们本土看一下 本土401个加上境外再加上一个校正回归 你会心里有点 我告诉你淡化了 淡化了 这个利空已经淡化了 你听懂我意思吗 今天开盘下跌 很多人都说 这奇怪 为什么开盘跌那么深 盘中一度 盘中一度跌了快200点了 收盘拉上去 因为今天MSCI季度调整 那没错 那不重要 我根本就不再看现在这种指数了 为什么 大肆底定了嘛 趋势都确立了 就算有利空 你说什么本土一起的利空 就算压压压 压不过也就是这样嘛 你再压你压不住了啦 各位 先前已经反应过了 懂我意思吗 已经反应过了 你就算往下打 跌幅也不会太大了 所以方向就是往上看 各位你注意一下 北美半导体 昨天的新闻说 它连续四个月创下新高 而且会预期强劲到今年年底 这个已经让我吃了非常大的定心丸 我跟你讲 美国经济没有问题 美国要开始解封 美国跟欧洲要开始解封 要互相旅游了 你知道吗 你看今天这次股票 华航跟长荣行 要解封了 疫情后的一个市场 疫情后的一个生活 华航今天跟长荣行今天表态涨停板了 这个已经预告一件事情 你看出来了吗 如果美国跟欧洲欧盟他们都要解封了 都可以互相去旅游的话 因为他们疫苗打得够多嘛 我们还没有疫苗啦 那这个晚一点再说 美国跟欧盟他们要解封了 互相承认了 然后准备要开始了 所以你看到长荣行跟华航 今天都拉到了涨停板 这预告的一件事情 各位接下来的选顾 六月份 六月 我告诉你 六月 最艰难的 最困难的 利空最多的 五月份 我们都看到了 我们都见识过了 好 六月份 六月份 六月份要买什么 六月份什么股票会赚 当然 他们的意见很重要 他们是主流意见 他们是主流意见 为什么 因为他们后面的资源 他们掌握 掌握那个钱 我常常在讲 资金在哪里 标股就在哪里 同意吗 各位你同意吗 资金在哪里 标股就在哪里 所以六月份这个行情 我说实话 我看得很好 我看得很好 六月份的行情 尤其是某些股票 我那个不得了 标上去 那个吓死你了 各位 长荣行 华航 今天都拉到涨停板了 都给你预告 六月份要发生的事情 你还不清楚吗 这个已经在打摩斯密码了 你解读出 我们已经解读了 不好意思 各位 我们都解读出来了 今天长荣行跟华航掌停板 已经跟我们告诉我们市场一件事情了 跟紧更好 真的 我告诉你 跟紧更好 来 华航 我的麦子 老是在掉 来 回到这边 欧民 采购经理人指数 再看到我们台湾的四月的外销订单 我们的工业制造业指数 所以我们基本面有没有问题 美国 基本面有没有问题 都没有问题 资金面 我们的资金够不够 绝对够 三兆大关 这就是为什么人家已经开了第一枪了 万九 今天来到一万六千六百零一点 那也就是说还有两千四百点的空间 还有两千四百点的空间 各位 这就是你的机会 你在怕什么 老师 现在很多人没有工作 不是没有工作 很多人在家里面 各位 在家居家上班 那居家上班很好 你们在家里面上班 有些人可能没办法在家里面没办法赚钱 因为可能服务业 店必须要关 或是要休息 各位 那只有一个地方 可以让你赚到钱 因为每个人在家里面都想赚钱 我没办法到外面工作赚钱了 因为我被居家隔离 或者是我被我要居家上班 可能赚的钱还不够多 或是怎么样之类的 各位 只有一件事情可以让你赚到钱 而且可以让你赚到很多的钱 不要忘记我们第三集 要延长到6月14号 对不对 那6月14号可以解封吗 就是可以解除第三集吗 再看看 可是这段期间 因为大家都在家里面 大家都想要赚到钱 买什么 对买什么 他们会想买什么 一定是买什么 买他们主导的股票 最近很亮丽的股票 你想知道是哪些吗 在我这边 在我这里 所以我跟你讲说来 我常常跟大家讲说 你看清聚的节目 我跟你讲 你现在再去看那个YouTube上影片的节目 我跟你讲 那个叫浪费时间 没拆钢白做工 看他们介绍的股票也不会涨 甚至还害你套牢赔钱 你为什么要继续看下去 你看清聚的节目不就好了 你拿我的股票不就好了吗 你为什么到外面绕了一大圈 我给你一条捷径了 我给你标股了 你还排斥 你还抗拒 你还不要 我给你是连续涨停板的股票 你也在那边怀疑 你妈又掉了 所以 各位 到目前为止 到今天为止 你体验过了没有 你体验过了没有 什么叫做连续涨停板 各位 你体验过了没有 你想不想 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 你想不想赚有连续涨停板的股票 想不想 不想的转台 不用看我节目了 你想不想 有想的留下来 有想的继续看 有想的我告诉你 我给你 我让你体验什么叫做连续涨停板 好不好 你看我做得到做不到 老师你不能光说不练 你要示范啊 我示范 等我示范完毕的时候 等我讲一些股票完之后 你想想看 这支股票 我告诉你 我要限时间 我要限时间 没办法 这支股票太厉害了 我要限时间 你看标题就知道了 你看标题就知道了 什么叫做连续涨停板 来 我现在开始解说 我的股票 你来拿我的股票 有没有办法 有没有能耐 可以赚到连续涨停板 我的股票 我喊的 我叫的 我在电视上推荐的 我们跟在我身边去买的 我昨天公开这支 盘后节目公开这支 老师 你公开这支股票 台华投控 又来了 不要听过的股票 没有听过的股票 冷门 爹不疼娘不爱 5月19号 你们去买 我昨天讲 各位 我昨天已经跟各位说过了 来 等一下 先看这段密集 导播 是8号给你的 飙风再起强股 这支股票 涨停板 为什么 我昨天一公开 今天就直接开盘 跳空涨停板 连让别人买都不想让你买 为什么 你的老师公开股票 隔天有跳空涨停板吗 你的老师在电视上讲的股票 隔天有跳空涨停板吗 有连续涨停板吗 够狠了 我不想让其他人 跟单 即便我在电视上公开 我不想让其他人跟单 我直接开盘价 一架到底锁住 我让别人买不到 不要问是不是同一个 各位 昨天我公开涨停板 一堆人说 我没听过 老师这股票 你看涨停板也没有锁住 没有锁得很紧 还好开开关关的 这就是连续涨停板 这就是我的股票 连续涨停板 各位 我要让你体验 你来拿我这支股票 我要让你体验 什么叫做连续涨停板 我要让你体验这一支 老师 台华投空 运气好了 刚好让你抓到这一支 一支不够 对不对 你会觉得说说服力不够 你只有这支股票 跳空涨停板 好了连续涨停板 老师算你运气好了 运气好了 好 那这支呢 这支呢 各位这支呢 昨天26号 26号掌停板 又是连续涨停板 102了 好好赚哦 怎么那么好赚 怎么那么好赚 那你哈你厚坦 看这段意思啊 我公开的价位 那一天5月17号 来导播 check out 这支股票 涨停板 70块 今天100块 102块 大盘在那边上上下下的 疫情你说很严重 每天都几百例几百例的 各位 老师跌下来了 跌连跌两天 后老师你再帮人家出货 出你个头啦 出货 我要让你体验什么叫做连续涨停板 我要让你体验什么叫做连续涨停板 两支了 我今天有两支股票连续涨停板够不够 你觉得够不够 我觉得我不要说准啊 什么厉害啊 我不要听那个 你觉得这样可以吗 不够是不是 你觉得两支 我有两支股票连续涨停板不够是吧 好 不够是吧 连续涨跟你党党停板吗 OK 够不够 26号 昨天呢 涨停板了 今天 有没有连续涨停板 有没有连续涨停板 20号在这边 开给大家看 一起赚涨停 享受资讯的特权 什么叫做资讯的特权 我记得我20号公开的时候 大家对我字卡上面的字 还是一知半解 甚至不认同 这次我在 决定说我在吹你 我在碰轰 5月20号 44.8 我就在NBC啊 导播 check out 这一支股票 站停板 老师宅配通 你开这一支 你开这一支 什么东西啊 宅配通 路上对我有看到宅配通的车子在跑来跑去的 这种股票怎么会涨 这种股票怎么会涨 还明牌 连续涨停板 连续三根涨停板 断掉了 没有连续 应该算 对不对 应该算 尾盘没有锁住 没关系 26号昨天涨停板 今天再度涨停板 各位 连续几根涨停板呢 连续几根涨停板呢 你不要跟我讲你没赚到 有没有赚到 有吧 有吧 你不要跟我讲没赚到 有吧 有没有连续掌停板 26号 27号 有没有连续掌停板 有没有 三支的 老师三支还不够 三支还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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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昨天26号 今天27号 有没有连续掌停板 这段VCR 导播 check out 这支股票 掌停板 18号 老师你开在这里 老师你会不会做股票 上升趋势线跌破了 颈线跌破了 你开在这边 神经病 还告诉我们一起会赚很多掌停板 老师我不信 你不信 你不信 你真的不相信 你确定你不相信吗 连续五根了 老师25号开高走低 哈哈跌下来了 没关系 26号再度掌停板 27号又是连续掌停板 每个人都大赚 你不要跟我讲你没赚到 老师我买在这边开高走低 哇老师我套牢了 套牢我让你解套嘛 套牢我让你解套兼获利嘛 有没有连续掌停板 有没有 20秒 20秒 我只给你20秒时间打电话拿我这支 一时不后 线上助理没办法 今天如果没有人打也无所谓没关系 我只送给有缘人 20秒内打电话进来的 一律给 一律给 你不要推脱 不要阻挡 一律给 只要在20秒内打电话进来的 这支股票都是他的 就观众的 来电就有 不是来电就有啦 20秒时间 20秒 20秒 会不会连续掌停 我们慢慢看 你看我的影响力 你等我公开 就跟我昨天公开 那个台华 台华投控一样嘛 你等我公开 听好 打电话来拿的 买好之后 坐在轿上 你等我公开 你看我的号召力 你看我的影响力 当我公开的时候 隔天会不会这样 我不知道啦 我不晓得这支会不会啦 会不会我的运气还是那么好 我也不晓得啊 我们拭目以待啊 我们等着看啊 明天 买好 到老 掌停板一根 两根 你给我忍住 你给我忍住 你就等我 你等我在电视上 你就等我在电视上做动作 然后隔天看会不会像台华投控这样 我昨天一开 今天直接跳空掌停板 各位这支股票 比万海更强的标股 万海今天又再标涨 几根了几根了 你不是说这波很难做 哪有很难做啊 很好做啊 为什么 因为你跟着我 因为你来拿我的资料 所以真的很好做 好好赚啊 我跟你讲 各位 来来来来 还有一支 接下来轮到他了 轮到他了 我要让你体验 什么叫做 连续掌停板 20秒 20秒时间打电话进来 这支股票 免费送给你进广告 全民防疫大作战 共体时间 共渡难关 888帮助您度过最黑暗的时刻 作战专线02-8512-5858 8512-5858 8512-5858 全新的操盘策略 全新的尊容服务 创意理财尽在亚太国际投顾 02-8512-5858 漲停 漲停 又漲停 你抓住了吗 亚太国际精英团队 眼光犀利 惊艳老道 专业领行 强势获利 亚太国际投顾 陪您拥抱财富 02-8512-5858 网络影音平台YouTube 能上网就能看 而且免费 改变收视习惯 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 超盘战将 还有一次 等一下节目结束 等一下节目结束 下半段广告的电话秀出来 再给各位一个机会 20秒以内 我要让你体验什么叫做连续涨停板 连续涨停 不是一根涨停板 是连续涨停板 知道我的意思吗 各位 台华投空 昨天公开26涨停 今天 这叫做连续涨停板 连续涨停 这也叫做连续涨停板 台腰 26号涨停 27号又涨停 这也是连续 这也是连续涨停板 宅配通也是一样 26号涨停 27号涨停 这也是连续 连续涨停 万海 26号涨停 27号涨停 各位 这也是连续 连续涨停板 OK 我要你体验 你今天20秒以内打电话进来的 我就让你体验 什么叫做连续涨停板 全市场大概只有我做得到 我都公开给大家看 让你们来验证 让你们来印证 这段时间我给各位的股票 我在店上推荐的股票 这一支 20秒比万海更强的标股 各位 比他更强 好吃 什么意思 来电你就知道了 20秒以内来电 这支股票 送给你 明天见 你 你